第二题,硫酸钾在水溶液中完全解离成钾离子和硫酸根 若硫酸钾溶液中含有2.0mol的硫酸根离子 则应含有多少mol的硫酸 我们可以看到,硫酸钾的解离方程式会解离出两个硫酸根 跟一个硫酸根,也就是硫酸根和硫酸根的比是2比1 所以当硫酸根有2mol的时候,硫酸钾应该就是4mol 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,则应含有多少mol的硫酸钾离子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,4mol